香港国安法生效满月之际 东区裁判法院前常任裁判官黄如荣 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再好的法律 其最终守护者都是法庭 法官对于落实国安法至关重要 他一认为 外籍法官不适合审理 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 无论这个法例是怎样健全都好 如果落在一些 有某些立场的法官身上 就等于一个球材里面 没做一个人去守护那个龙目 黄主荣以若干实力表示 过去一年涉及黑豹的部分案件 在终审阶段令人失望 例如被告两度违反宵禁令 却获缩紧宵禁时间 涉袭警被告违反不得离境的禁令 试图出境在机场被捕后人祸报时 承认侮辱国旗罪 仅获判240小时社会服务令等等 香港修理风波于一周年 多宋案件出立结果引起社会争议 黄主荣认为 政治立场笼罩着香港司法体系 答案就是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市民 这么喜欢说警察抓人 法官放人 这些就是我们守护法律 那些人士 一是他们就疏忽 一是他们就爱你不理 一是他们就有特定的目的或者立场 如果不是没有可能会令到市民 这么愤怒的 黄主荣说会看修理风波引发的暴力事件 使用的工具从头盔面罩发展到爆炸品 枪械 如此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行动 幕后一定有外部势力做推手 他表示相信香港国安法必将抑制此类事件的发生 并强调法官对香港国安法的执行至关重要 我是强烈地建议 应该要在香港 找一些我想是极小部分的法官 要他们接受一些培训 要经过一些严格的背景审查 要了解国情 这三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他还表示自己不赞同外籍法官审理涉及国家安全案件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英美等很多国家 有一条控罪 一座知情不报 将成为日后隐患 在这件案件里面 例如涉及到有一张间谍的名单 这张间谍的名单里面完全都是英国人的 那这个英国外籍的法官 他是有职责去告诉英国政府知道 如果他不说就是一个罪行 要求我们了解这些细节的时间 我等各位自己判断 是否应该容许外籍的法官去审理 涉及到中国国家的安全法案件 黄乳荣说 香港国安法的出台是一个极度有效的 解决外部势力侵入香港 并企图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绝好方法 也因此香港国安法必须滴水不漏 国安法必须要滴水不透 不单只是一张条文那么简单 而是我们要有其他的人手配合 才能够发挥到他们里面的神水 才能够做到令全世界的人士都眼睛雪亮 我觉得原来中国要做一些事情上来 是一定可以的 我也都相信中国一定可以的